五花肉冷水入鍋 焯水去腥 撈出後洗淨 一刀一刀之間 肥瘦相宜的五花肉塊 準備就蓄 蘿蔔是吸油的 麵也是要吸油的 所以我們在選肉的時候 已經要用這種七分肥的 三分燒肉 這樣蒸出來的麵才更好吃 所以我們要這個五花肉 實際上要的是它其中的油 對 油脂滿滿的五花肉 在滾燙的熱鍋裡來回翻炒 豐富的油脂很快被逼了出來 變得焦香誘人 把那個油盛出來 把這個蘿蔔下去煸炒一下 可以起到提鮮的那個作用 烹麵的時候 這個蘿蔔放在裡面 麵就不會乾 麵吸收的其實是 蘿蔔跟肉的湯汁 一點醬油提色增鮮 清水倒入 五花肉和蘿蔔塊 在鍋中細微慢燉 現在我們就要把這裡面的湯 給它打出來一部分 接下來我們有更好的用處 這個油麵是我們瑞昌的特產 像我們這南方 小麥種的比較少 所以很珍貴的 你知道北方我們都是掛麵 可是它沒有油麵的韌勁 做這個油麵的程式是相當麻煩的 瑞昌油麵 當地的特色美食之一 小麥粉加入鹽水 反覆揉壓 增加彈性 盤調 繞麵的速度是成敗的關鍵 繞好的麵放入專用的麵箱形麵 等待麵條變得舒展 拉麵 刻不容緩 麵條在拉長的時候 是靠手的感覺向下壓扯 等吟絲清洩 細如髮色的麵條 開始接受陽光和空氣的最後塑造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麵放下去 一層層的來鋪 讓它平均地受熱 吸附下面的湯汁 剛剛我們不是用那個肉砸出來的油嗎 這樣鋪一層上面 防止這個麵起疙瘩 沾鍋 再來我們鋪第二層 為什麼我們這個麵要一層一層地鋪 讓它慢慢地入味嘛 這就是肉蒸麵的精髓 五花肉煸出的油水 浸潤鍋中的油面 滋味開始一點一點醞釀 我們現在開始抖麵 就這樣抖 抖著細絲的那種感覺 讓它蓬鬆起來 對 抖麵既是體力活也是細緻活 一來防止麵條沾連在一起 二來使其更好的上色入味 現在變得好蓬鬆 然後讓我想起了北方的燜麵 是吧 就用燜的做法 但是也是這樣子的 味道調查員有些迷惑 眼前的這鍋燜麵 怎麼能和菜品扯上關係呢 何花姐說好戲還在後頭 我們現在煎糍粑 入味就比較香一點 用糯米製成的糍粑 軟糯香甜 可單獨享用 也可充當配菜 何花姐要用這煎得 噴香的糍粑 怎樣和草魚搭配做菜呢 其實真正的赤糊魚 它只需要這個水 三漿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麼其他的佐料 它就味道很鮮很鮮 不夠鮮了 對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水燉 一直燉它成那個米湯色 然後我們就加那個瓷巴 讓那個魚湯吸入到它那個瓷巴裡面 那個味道就會更鮮 金黃軟糯的瓷巴 在奶白的魚湯中吸足了鮮香 現在我們要下麵了 你們是哪兒來的創意呢 我們就是吃出來的創意 何花姐說 在過去水邊人打魚回來 鍋中剩餘的燜麵 因為放久了會變乾 用新鮮的魚湯滋潤麵條 簡單又省事 肉香面香混合著魚鮮 滋味你來我往 既能當主食又能當菜吃 這道屬於水邊人的美味 由此誕生 我抓到 水邊人的主食 有數字 既然搔滋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